近期因变性人言论登上美国热搜的北卡首位非议副州长马克鲁宾逊 11月30日晚在华人支持者立即批办的募捐会上认为 学校的任务主要是传授科学知识 伦理教育主要由家长承担 提惯主张回归家庭的这位共和党保守派政客 当日傍晚午时 回味地出现在中餐馆运与巴云会所 与这次筹款会的领会主席陈凯纳 陈世光夫妇 陈灵 以及主办同行业 赵剑武 李亚林等座谈 南北卡华人工商总会领袖杨华东和王晴 以个人名义捐款从夏洛特赶来面误交流 生长在格里斯伯罗的马克鲁宾逊 来自一个社会底层家庭 在家里10个孩子中排行第9 因受父亲虐待 他和兄弟姐妹有一段时间在寄养中心度过 高中毕业后 他在美国陆军预备一部队服役4年 回到格林斯伯罗进入一家家具厂工作 并开始在北卡大学格林斯伯罗分校学习历史 从社会底层成为北卡仅次于州长的行政长官 马克鲁宾逊是依靠个人奋斗实现美国梦的一个范例 陈海纳在主持宴会这样介绍 马克鲁宾逊开放副州长办公室 接受包括华人在任的亚裔学生实习 这在以前也是没有过的 鲁宾逊先生讲话感谢大家的到来 孔若玄河讲述他一直坚持的观点 在孩子的教育中 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老师 不是学校 还是父母 他很欣赏亚裔重视家庭和教育 在孩子的教育中 父母是最重要的因素 父母是给孩子指导的人 是决定孩子在哪里接受教育 如何接受教育的人 他认为学校的主要职责是传授科技之手 伦理教育主要由家长承担 建议把孩子培养成优秀的基督徒 优秀的保守派 优秀的美国人 送出去上大学 再让他们回到家乡 托身经济 他反复强调家庭的众问 为什么现在社会正在崩溃 因为许多家庭已经崩溃了 无论是从政府的角度 还是从工作的角度 我们必须回到过去 必须让所有人都明白 家庭在所有事情中是最重要的 他还在演讲中重申主张美国人 拥枪的观点 因为保护自己是圣经就如桌球的借铭 今年6月6号 马克·鲁宾逊在阿斯科里纪理会教堂发表讲话 论及变性人的观点 一个月前被媒体刨出广为传播 一时成为社会悦点 总统乔拜登的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德鲁贝斯 发表声明 谴责副州长令人厌恶和冒犯的言语 随后鲁宾逊回应针对他的批评 宣布将参加2024年的州长竞选 和人社区的这次筹缓会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表达对他的认同和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